《中天多媒體》 大家好,我是ZTM,中天多媒體的Johnny 我們是一間全方位的廣告製作公司 中天多媒體的業務主要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包括流動廣告、貨車、的士、 少巴的車身廣告以及噴畫製作 而第二類就是活動及晚宴的籌備 以及周邊的廣告製作 在營養一門生意上,設備方面最討論是實用 當時我們都比較過不同品牌 JC在規格上都很適合我們 而且價錢都在我們範圍之內 最重要是JC貨車受保養費、零件等價錢都很合理 所以我們就決定選用JC貨車 而且一開始就用到現在 現在公司有6部、5.5噸及9噸的JC貨車 用了這麼久,整體都覺得不錯 基本上性價比都高 做生意在控制成本方面是很重要的 而貨車油耗亦是我們考慮的因素之一 用到JC這麼久,法國也算省油 長遠來說,幫助公司省下不少營運成本 另外就是維修保養方面 始終不同的車都需要做定期的維修保養 而下巴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下巴職員會往時聯絡我們 了解我們貨車的狀況 提醒我們回去做維修檢查 每次回去車車,師傅都跟得很足 而且在零件供應方面都很穩定 不用經常等零件 所以維修都很快完成 不會影響到我們公司的日常運作 我對下巴的服務就非常滿意 近年各界都很講求節能減碳 在很多公司和機構找服務供應商的時候 都要求服務供應商有環保的元素 我們作為服務供應商 一直都有探討相關的問題 但市場上遲遲未有類似的電動車出現 直接影響我們的業務發展 直至JC引入電動貨車 我們就第一時間去了解 畢竟我們一直都在用它們的服務 對這個品牌都有一定的信心 了解後 發現要買電動車 其實都有很多問題要考慮 例如部車的規格 充電裝的配套 有沒有申請資助等問題 而下巴的同事都很詳細地解釋給我知 當時他們的5.5噸貨車 在市場上應該是續航率最高 而且他們也有充電裝 提供不同的方浪給我們 一條龍去幫我解決所有問題 電車的好處是整 好像現在的拍攝環境 有一個電車裡面 你會發覺很整 而且最重要的是零排貨 所以這部5.5噸貨車很適合我們用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入屋遠 學校等不同的地方 盡量都希望不要輸入附近的人 而電車就相對寧靜 絕對適合這個環境 雖然電動貨車在這刻 車價貴的柴油車 但電費始終便宜了柴油 會有特別需求 一定會再買 正如我之前所說 市面上很多客戶有需求電動貨車 畢竟這也是一個大趨勢 所以無論是3噸多的電動貨車 也好 帶到16至24噸的中型電動貨車 也好 只要適合用 我們都會考慮 最後我希望社會上可以配合一下 提供更多的充電位 讓電動貨車充電 這樣便可以很快地 將電動車普及化